龙多和胡人的故事很多,不过所有的故事都是两极分化的 生涯前半段,紫金军团是他的死敌 生涯后半段,洛杉矶倒成为了他的福地 金城龙多又回到了胡人,他和灰熊达成了买断协议 然后和胡人签下了一份一年260万美元的合同 2006年选修大会,太阳在首轮第21顺位摘下龙多 绿军对龙多可谓是垂涎已久 菲尼克斯管理师的电话被绿军疯狂呼叫 最终,他们用一个07年的首轮签把心爱的龙多换了回来 安吉认定了龙多的篮球智商 毕竟老朋友麦克·比比的哥哥就是龙多的数学老师 龙多是才奥物,但的确才华横溢的特点 被同样如此的安吉欣赏 他相信龙多的到来会让他组建的三巨头的道路更平坦 留下他,三巨头的球权就不用操心了 因此在绿军三巨头时代,龙多看似是小弟 但其实他才是大佬 他严格地计算着三巨头的处理球的次数和时间 然后用鬼魅的传球平衡着这个脑子里的数据 自然,从披上绿军战袍站在北安花园球馆的那一刻起 紫金军团就应该是刻在脑海里的死敌 反制也一样,没有任何理由 从文毕建立以来,紫金和墨绿两大豪门就从未和平过 龙多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拥有正统绿军血脉的凯尔特人 他继承了绿军铁血的竞技精神 手臂脱臼都拒不下场 面对胡人时,他更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当年的黄绿大战,龙多拼尽了全力 但他孤傲的性格在离开绿军后,开始不再是优点 在四处奔波后,愿意收留他的居然是胡人 那支曾经视为禁忌之地的紫金军团 但生存和仇视相比,前者显然更重要 龙多加盟了洛杉矶,甚至还帮助他们绝杀了绿军 没错,那个飘逸出手的压少抛头 而2020年的那座总冠军,让龙多再次捧起奥巴兰杯的同时 似乎也改变了他对洛杉矶的仇视 他发现,其实紫金军团也没什么不好的嘛 这一次漂泊在外的龙多再次选择了胡人 他是个足够聪明的人,高中开始就是 而现在,他也终于理清了利弊 历史总会忘却一切的 之前的北岸花园是他的热爱 现在,斯泰普斯才是他的副帝 那他没理由不回到这里 毕竟利益最大化,才是这个天才想要的 不是吗